好 进行直播 各位同仁 非常的抱歉 我们技术上 因为这是第一次 远端连线到台中 所以很抱歉 我们技术上跟着设备上 有些困难 本来都还不错 跟李医师也对谈 现在只能够 我自己先讲 李医师也在线上 他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用打字的 真的很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 遇到的这些难处 非常对不起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 讲李正佳解密立线题的 新书发表会 那这个解密立线题 是很精彩的一本书 李正佳医师 的新书 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解密立线题 新自然主义 那他 非常的 厉害的一个人 是我看过 最knowledgeable 就是说 知识 见识各方面 最多的人之一 我一生有很多个老师 这一位李正佳医师 算是我的老师之一 我们很谢谢他 今天本来跟我们一起 很可惜 现在呢 只能够 在这里暂时 跟大家say个hello 请李医师 跟我们大家say个hi 李医师 在网路上面跟我们留言一下 那李医师呢 是 英文名字叫Kell C. Lee 他是我们台湾的中山医学大学 附建医学系毕业 之后1995年到1998年 在美国几股 曾经医学博士 然后呢 2020年到现在呢 他也在研究脑科学研究所的博士班 所以他真的是好学不倦 那在这个机会呢 我们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他的书 那他目前回来台湾 2015回来台湾以后 不断的在研究开发 写了三本书 而且是春庚国际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那李医师的新书 很多人去发表过 那也请李医师 把这个 有人说李医师听不到李医师有点可惜 反正我们有机会再跟他补 不好意思 那立腺体呢 是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有灵的活人 我们生命呢 是从这个燃烧开始 那圣经里面创世记 写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灵 活这两件事情是从神来的 这就是燃烧 那这燃烧在哪里燃烧呢 不是在焚化炉 在这个叫做立腺体 这个工厂里面 那这个就是解密立腺体 就是建脑科技养生法 这个李医师 非常非常的健康 他人非常强壮 而且呢 整个人啊 看起来比我年轻十岁 他跟我同样年纪的 所以我要跟他多多的学习 那也希望能够变年轻 李医师是这本书 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把它买下来 好好的读 那喂 大家看得到我吗 开启视频 大家看得到我吗 现在可以看得到 那这是这本书 解密立腺体 非常非常好看 我已经读了好几遍 那李医师的功力很好 那我希望大家 真的是一个深入的思考 也不是只有看画面而已 我们深入的思考 有很多的东西呢 可以让大家来参考 好 那我们看下一张 生命的组成呢 分成大元素 那有形的结构 能量 还有讯息 我昨天跟李医师 在电话当中谈到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手机 你看手机是不是有形的结构 然后电池 对不对 然后呢 每一个人虽然手机看起来一样 但是呢 每一个人的信息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看起来一样 结构一样电池一样 但是我们的讯息是不一样 今天呢 我们重要的是讯息 重要的不是手机 重要的是人里面这个讯息 到底是正确的 所以每一个患者 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每一个礼拜 来听这个直播呢 因为我 听君一席话 圣读时间数 李医师的一席话 让我也是觉得学习 然后他的时代的能量的来源 云合在运动 有重力啊 有光啊 这些地球在运转 天体在运转 全部 是我们 一定可以看得到的 那在围观里面 我们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去 跟植物的细胞 动物的细胞跟植物的细胞 沟通 就是这个叶绿素 这个叶绿素叶绿体 跟利线体 长得还真的有点像 能量的接受转换 那个叶绿素 合成 吸收二氧化碳 吐出氧气 利线体呢 吸收氧气 吐出二氧化碳 这样子呢 造成一个动物跟植物的平衡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光合作用 把氧气 变成我们的身体的碳基 然后呢 这个我们要吃植物 我们也要呼吸 所以我们呼出的废物 变成植物的宝物 植物呼出的废物 变成我们人体 动物的宝物 所以 这在过程当中 把光的能量 经由食物 来传递到变成细胞的能量 这个细胞的能量 细胞的呼吸产生一个 叫做ATP 这一次今天所讲利线体 就是要做ATP ATM大家知道 ATM领现金 ATP比ATM还重要 你ATP没有的话 就等于 人都不会活了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解密立线体 就是密码 你的立线体的密码 这样拿 这立线体的密码 比你银行里面ATM的密码还重要 蓝先生不是龙总的 这一位是李正佳博士 不是龙总的 他自己写很多书 名字有可能一样 但是人绝对是不一样的 好 立线体是细胞的发电厂 80%的疾病来自立线体 每个细胞大约有数千到数百到数千例的立线体 25%的细胞体积 每天产生的重量 是人体的重量的ATP 产生起来 制造人体90%的ATP 你的身体90%的能量从这个电厂来 其他是从发酵来 我们身体有没有 没有ATP 没有立线体的细胞 有 这都红血球细胞 因为他要折来折去穿透很多的大街小巷 所以我们的红血球没有细胞核 也没有ATP 不是没有ATP 没有立线体 所以大家知道每天我们用到多少能量 我72公斤用到72公斤的ATP 这个都是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 这么样耗能 还有呢 这个很好的一个数字 大家要知道我这只手机 对不对 里面大概多少的重量是电池 答案就在影片中 有人可以答一下吗 大概几person呢 大概几person 有没有人留言一下 有没有互动一下 大概就是25%细胞的体积 所以你身体里面有25% 跟细菌一样的东西 就叫做立线体 所以这个立线体 就是来自母亲的 我们请 那个我们的小编 把来自母亲的立线体 那一个影片呢 播出来 没有听到的要去补听 听到最后 蔡凯奏还唱歌给你听 好不好 一定要听到最后 来自母亲的立线体 这个我有做过一部的影片 所以说实在 我看这本书 看得非常的感动 原来我对我母亲的认识 是这么样的浅 这个就是来自母亲的DNA 所以你的DNA 有一部分来自你的父亲 有一部分来自你母亲 但是你的立线体 全部都来自你的母亲 所以一个玩笑话说 一个女生 你的儿子 多聪明 是你决定的 是母亲决定的 所以妈妈千万不可以骂小孩子笨 这样知道吗 因为骂小孩子笨 就是骂自己 这个立线体 包括你的脑力 全部通通都是来自母亲的 好 那在这边 这是属于 这个 比较复杂的 这边就是食物变成蛋白质 然后分解糖解以后 在细胞内 还有立线体内 有一个很大的风格 上面这里只产生两个ATP 就是一个糖解 立线体内呢 产生在客室循环这里 有产生四个ATP 再加上28个 下面产生32个 上面产生两个 所以细胞内有两个ATP 细胞立线体内 可以产生32个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 其实你没有进度立线体 是非常非常没有效率 其实癌症的细胞里面 都是立线体出的问题 那这里大家记得 ACETIACOA在这里 客室循环这边 那请问呢 降胆固醇斯大丁的药物 是伤害哪一个步骤呢 这个其实就是伤害立线体 立线体里面 进入客室循环这里 就开始被伤害 所以可以说我们只要吃 降胆固醇的药物 我们立线体就会受伤 所以很多人会肌肉无力 需要补充Q10就要怎么样什么 这个我们有机会的 好好的访问李医师 看他的意见是怎么样 那在这一看 细胞膜外膜跟内膜之间 立线体在作用的时候 是电子传递链 把氢离子打上去 打到内膜跟外膜当中 打到这个肩膜里面 再让它走下来 有点点像发电机一样 把水打出去 让水再流进来 它里面的蛋白有 一蛋白二蛋白三蛋白 四蛋白跟五蛋白 这个说实在 我实在是有点读不太懂 想说今天呢 来跟那个李医师一起学习 结果他今天不在线上 实在太可惜了 这个要李医师讲才会清楚 这个说实在 我看得蛮毁煞煞 好 那慢性病的四部曲 立线体能量下降 能量供应不足细胞退化 大脑全身器官退化 然后之后再产生疾病的 大家看到立线体 如果很正常 到立线体不正常以后呢 这个就是疾病发生的原理 在这里我停止分享一下 这个画面 用我的手机来讲一下 大家知道这个手机呢 最快坏的地方是哪里啊 大家都蛮知道 是哪里 就是电池 我记得我的第一只手机是iPhone 4 那一只因为很小只 我好喜欢都带我口袋 跟扑克牌一样大 我那一颗手机 换了我大概三次来四次的电池 我还好舍不得 把那一只手机给人家换掉 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巧 太大的玩偶有点不太习惯 现在买不到 那个 那个贾伯斯那时候的那一只 这个就是要讲一下 我要讲电池是最先坏的 好 那在这里呢 跟大家讲一下电池是这些坏的哦 不要忘记 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慢性病好不好 换个电池 手机还可以用很久 来看这一个 这个是 耳读性滚动法 这个是李 李正佳医师 的连结 我等一下会请小编把他连上去 在这里呢 是我 在 我来自台北医学大学 台北医学大学有一个很好的研究 是耳比尔科写的 so a population based study on association between stating use and sudden sensorial neural hearing loss 这个题目的意思 研究的题目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用斯大丁药物 用久了就有了 突然性耳融 突然性耳融 耳毒性 这个耳毒性 很可怕 好不好 耳融 耳朵听不到 我有发生很多病人 斯大丁药物吃久 耳朵听力下降 更惨的更多人是怎么样 头晕 晕眩 这个论文呢 出来以后给我们大家很大的启发 就是他是利用台湾的一些大数据来用的 那这里呢 他说用斯大丁药物 多了35% 耳毒性 36% 36%是很多的 我们现在总统会当选 对不对 也差不多36%就会当选的 这个很厉害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现在去到医院全部都在开这个药呢 这个就是伤害立腺体 我希望我们本频道的每一个人都去看一下这篇论文 然后请我们的小编 把 斯大丁药物的毒性 我们的胆固醇就是低 胆固醇有脑力 这个东西再剖起来 没有听到的一定要再去补看 这个就是我现在所要讲的 然后呢 轻轻松松在床上就能够做的运动 缓解药物的耳毒性 就是滚动法 李医师有做了一个很短的影片 滚动 那这个影片呢 才观看才649 694 在6个月呢 6个月才不到700人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扯了 这么好的东西 这么好的内容 怎么会这么少人去订阅呢 李医师才3660个订阅 我觉得实在太少 应该大家去好好地跟他刷一波 这样好不好 也希望李医师这么好的内容 台湾更多人知道 随便呢 一个医生在讲那么这样 胆固醇药物都几万人看过 这个才几百人 几千人 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公平 我看了实在是看不下去 所以最少我们现在现场观看 有这么多个人去给李医师按个赞 好不好 给李医师鼓励一下 希望呢 我们的李医师的订阅呢 能够很快的破万 好不好 好 那健康的关键呢 是电子 这个电子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来不来电 好不好 我今天 听得到李医师的声音 可是呢声音有够小 为了这样子搞了15分钟掉 真的实在是对不起大家 我们一定把它修好 然后一定再请李医师 除了今天的时代的以外 我们再帮他挖宝 这样好不好 好 这是电子 电子传递电的电子 我们身体就是用这个电子来产生能量 身体是有电子的 这电子会先怪 好 来啦 看一下 身体或者电子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从食物用吃进去 第二种方法叫晒太阳 我们的晒太阳光电效应 晒太阳我们身体有太阳能板 晒晒就有太阳了 你肚子饿没有东西吃去晒太阳会有饱 什么叫野人线布 第三个就运动 按摩按压 这有什么压电效应 所以我们平常多拥抱 多多帮老人家吹吹背 这个都有压电效应 握握手会来电 这个压电效应都是这样子 回去记得要跟自己的牵手牵牵手 说我跟你有来电 然后呢 接地 接地 地也有电子会给你 最大的电子是地 我们人体接地很多 那这个接地 我们接地的接地器 我们也有一个影片可以贴上来 李医师拜托拜托 你在线上 你把你的影片贴上来 让大家能够赶快点 好不好 李医师不要客气 这里有说晒太阳要晒多久 能够晒多久就晒多久 不要晒到中暑就好了 好不好 李医师你最客气 你不急带出来 大家在等待 好不好 李医师 不像我 我是外科医师比较招摇 李医师是典型的内科医师 研究人员 哇 明明自己都很厉害 都说自己不厉害 像我 我就有点吹牛的感觉 我其实还是很多不懂 我自己什么都懂 但是不行 遇到李医师 李医师 真的是人才 好不好 李医师有贴上来了吗 李医师要贴起来 晚上 你在这里有相关的影片都尽量贴 我觉得你的影片做得很好 来 来 这个影照相实在是非常好 你胖的时候一直吃 晒太阳 对不对 晒到最后 你看 晒太阳可以不用吃东西 可以少吃很多 这个我真的有实验 我现在中午 中餐我都没有吃 我都去晒太阳 真的很爽 晒一晒 我心情也都比较好 所以很多人生病是要去晒太阳的 很多人一直问说 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 我都吃一头了 吃太阳 好不好 太阳你看 太阳 晒到头上都有光 你看我们 李医师 也是头皮都拔光 我把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 来停止分享 李医师 头皮这么光 简直就可以当电灯泡 好不好 我那时候 也说我来剃个整个光头看看 会不会很亮 他说他用挂护刀这样说 真的是 真是很厉害 下一次 我们再来好好的跟李医师人见面 李医师 我们应该要当场一下 才能看得出来你有多年轻 好不好 李医师跟我站在同台 简直就是 比我年轻十岁 好 另一线体电子传递电有三大功能 产生能量ATP 抗老化 会产生退黑激素 内在的退黑激素 好 然后储存能量 这个能量叫结构水 这个是很大的学问 这很多我都还不懂 退激素 他不是用吃的 他是自己是你会产生 所以你产光 晒光 就会退激素 就会 好 就来 李医师也有晒太阳的影片 也有接地的影片 也有癌症的影片 全部都跟他贴上来 给大家好好的参考一下 那请那个小编 到时候都会贴在我们的说明文里面 好 抗老化 大家总有兴趣的吧 退黑激素 像我呢 看起来就是太老了 虽然我叫阿祖 但是看起来不可以这么老 那个远红外线 95%的退黑激素 抗老化 这个起始呢 就是这个 李医师的秘诀 我李医师常常笑 看起来就是 简直就是 真的太年轻了 好 大家一定会很羡慕 好 李医师贴上来 好很棒 来 氫离子与氧分子结合 加入电子呢 形成水分子 氫跟氧结合 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燃烧 燃烧会产生水 这个就是水 而且它是很特别的水 叫结构水 这个结构水 我也是从李医师这里 所 学习拿到 所以你喝的水都是水 你燃烧出来的那个水 才叫做结构水 叫内生水 它不但产生能量 也产生讯息的保存 储存能量 也储存讯息 这个李医师对量子力学 量子医学研究非常的深 这上面我是完全都不懂 所以也有机会呢 李医师反正三本书 我们把这个弄好 你三本书 我都来跟你说一说 来 结构水 就是一般太阳照射 一般分子的氢氧夹角度是104.5度 结构水 脚会比较开 是109度 那 脚比较打开以后 它可以抓的角度不一样 它会产生六角形的环状结构 这个就是厉害的 可以储存能量啊 水啊 所以健康的人 看起来Q弹 老的人看起来就是皱纹 所以这结构水 李医师有机会 再跟你们多讲一些 这结构水说实在 我本来是想要今天来挖宝的 结果实在是有够肉气 不好意思 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 那 逆腺体 健康的四大关键要素 提供充分的电子 给予适度的压力 减少自由基的生成 提供氧化剂的综合自由基 所以D腺体 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地方 占我们身体的四分之一 还有四大关键要素 所以我们认为 代谢性疾病 就是D腺体疾病 那 一定要适度给予压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冷 用光 用接地 这些都给予压力 然后减少自由基 然后提供抗氧化剂 这个当中会产生褪黑激素 所以你要好好的睡眠 白天好好去晒太阳 就会产生这些东西 接着我们要花钱 为什么不用花钱的 都没有人在讲 我跟你讲 太少人为太阳做广告 我们今天接受太阳的太多 我们太欠太阳 太欠这个天地这个自然 所以我们人来自自然 我们的自然医学 自然骨骼讲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跟李医师可以说是同一个理念 真的是很感谢他帮我们整理这么好的资料 好 那我们的饮食是减碳生酮饮食跟断食 就是给力线提一点点压力 不要给他太多的燃料 他自己就会去回收再利用 然后共振频率 共振频率有邮助益老师 请我们小编 把邮助益老师 那个开谈中那个影片给我贴上来 这个连结 我们也用很多邮助益老师的东西 运动按摩 运动按摩这个大家很多 大家都知道运动完会比较舒服 原来会产电 热治疗 热治疗大家都知道 晚上洗热水澡很爽 这个就会产生力线体的活化 洗冷水澡泡冰水也可以 温差就有帮助 都可以活在力线体 接地也可以 呼吸 冥想祷告 这都有效 最不花时间的 就是晒太阳 也很爽 我很多病人去晒太阳以后说 才是 真的是有够好 我们这里离台大很近 台大我们就要去台大晒太阳一下 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在这个10月15号 10月15号 我们也要在台大 举开公开的演讲 在博鸭讲堂的103 要开课 没有在台大上过课的 可以来上课 我本人要在那里开课 欢迎大家来 收钱 收钱 这不是免费的讲座 收钱才可以过滤掉一些人 来台大没有上过课的 全部要来 好不好 我们10月15号 我们请小编把这个连结贴上来 好不好 好 光与时间的概念 有光 跟时间 这个是爱因斯坦的题目 相对论里面的题目 光是有光束 时间呢 这个其实要整理 李医师在讲才会清楚 说实在我也不懂 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跟快乐的人在一起 时间过好慢 快很快 快乐的时光总是容易过 等待啊 痛苦的时候过很久 那 这是我们主观的感受 据说你如果做一个 跟光束一样的太空船 你就不会变的 这是据说 李医师应该要李医师的看法 好 那白天有紫外线 在你的南光会抑制松果体 夜晚的这个黑暗会刺激松果体 夜晚的黑暗呢 可以让退役基数产生 产生生理失踪 所以松果体主要在夜晚分泌退役基数 白天会抑制松果体分泌退役基数 这是我们日夜节律 但是因为 我们现在 大家要注意 晚上不可以给我看手机 如果你想要晚上听的话 拜托拜托 转声音就好 叫家里头用广播 的声音 不要看荧幕 反正我也没有那么好看 你就给我听声音 我用很好的声音的设备 非常好的声音设备 我把我的耳朵来开杠当做广播 据我的病人说 我的声音还蛮催眠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听一听声音 但是不要看手机 一定是要用喇叭 好不好 尽量离头远一点 就是用那个喇叭 来听一下这样就好了 好 夜晚一定要让它全按 眼罩戴起来会更好 全按全黑也可以帮助松果体 这个都有实验过 千万不要开灯睡觉 更不可以看蓝光看手机 因为睡不着 这绝对是很扯 一定身体会生病 好不好 好 日出至日落 日落到睡后 睡前30分钟 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睡前仪式 睡前仪式 睡眠要一觉好眠 要怎么样做 除了接地以外 这个睡前仪式很重要 我们诊所里面 都有提供病人一个睡前仪式 其中一个是看烛光 那请我们的小编 把看烛光这一集给它弄出来 让大家晚上看个烛光 有燃烧性的 也会让你好睡觉 就好像萤火晚会 那个晚上灵热很好睡一样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出来 然后呢 结语 立腺体是通往健康的窗口 产生ATP 产生结构水 传递讯息 转换光雨时间的讯号 我们今天好不容易 有这个时间可以来讲立腺体 这个立腺体 将是每一个人修炼的大题目 通往健康的窗口 也是通往健康 可以说唯一的一条路 那因为我们人 我跟你说 人最重要的不是赚钱 最重要的是赚取健康 那什么是健康 请问定义是什么 我个人的定义是这样子 叫做有品质的生活时间 就你什么叫健康 太抽象 有品质的生活时间 你活着有品质的生活时间 叫做健康 有品质有很多的定义 你会走会动 对不对 跟现在的人在一起 活得很有意义 每天活得很快乐有进步 这就是活着 不然人干嘛活着 活着被关干嘛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的问题就是 我们活得很久 好像平均年龄很多 可是呢 死前已经八年不会走路 为什么八年不会走路 我们药用太多 我今天减药也是减了一天 有些病人来十几二十颗药 活到都不想活 那说实在看了好多医生 每一个医生都很认真的开药 可是看了这么多药以后 真的是完全吃下去就不会活 所以批评也没有用 我鼓励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要好好的去学习 当然从我这边学习 有的是我们现场学习 在座有听过我现场演讲的 请跟我们留个言 听过蔡凯奏医师 做现场开杠的人 请帮我留言一下 好不好 我希望能够当面的谈论 绝对是比我们这种 这种网路直播 能够讲的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人是群聚动物 人真的要一起教育 一起教育 那个气场的感觉是不一样 我们李医师也有 李医师也有 也有现场的迅速发表会 请李医师你把贴出来 让我们知道 新宿发表会什么时候会有 让大家全台湾各地 新宿发表会的东西 给大家一起来参考 希望大家现场去给李医师 站台支持 上次来台北 我也跟李医师支持 在那里 我爸爸也有去 都说 听得实在是好多好多内容 有一个 蔡医师李医师都听过 非常精彩 蔡医师有来高雄吗 我没有 李医师有 李医师把那个资讯给他贴上来 好不好 李医师的资讯 你再留言 李医师你留言 你先写进来 你可以留言写进来 李医师 然后呢 好 看一下李医师的帅帅的 帅帅的照片 我们李医师 分享画面 分享一不二 分享 好 李医师呢 他有三本著作 三本我都有 都非常精彩 第一本 2019年疾病 从大脑死人开始 给我很多启发 2020年脑郁力最强大的大脑 大脑神经功能的锻炼术 2023年3年后 再出这一本 更精彩 很多慢性病都有弄到 那李医师呢 也有这一个很多的FB Youtube 这些 我把画面 停在这里一下下 请大家都可以追踪他在FB 在Youtube 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符号的地方 李医师都有经营 那 希望 让蔡医师来高雄演讲 希望希望 哎呦 陆比说 李医师前两星期来在高雄 哎呦 希望我们现场能够见个面 那 那 看一下 好 那最后呢 我还是用一些经节 来讲光的这个力量 神就是光 这是圣经里面 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神就是光 哇 这李正仙说 李医师的书我都有买 真的收益很良多 李正仙 谢谢你跟我们留言 希望你把今天的影片 跟多一点人人的分享 那 这里讲说 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雄为尘的灯 启示录27章23节 这李医师讲说 到这个世界结束以后 在这个世界结束以后呢 新天新地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新天新地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城里面不用日月光照 为什么 因为用神荣耀的光来照 那高雄就是基督耶稣 在城里面的灯 所以神是光 神会发出光 这个光会让你有生命 那神是灵 他一开始把这个气吹到我们人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一起呼吸呼吸这样子 就有很多的光 很多的能量在我们里面 那到最后我们是用这个光明的光 光来造成我们身体的力量 身体的生命 所以我们人是有光的 我们到最后回到那个神的大光里面 那个城里面不用日月光照 不是在用现在日日跟月的这个光 这个不是真的光 是神荣耀的光 又有高阳未成的灯 我很盼望我们今天 用力线体来阐明生命的本质 其实生命本质就是光 在光明里面没有黑暗 在永远的天国里面也没有黑暗 也没有痛苦 没有任何的疾病 那最后面再把这一节经节再读一次 那城里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光照耀 又高阳未成的灯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平安 谢谢